今晚深喉咙 永多深 化多深 穿着红色T恤 小男童倒卧沙滩 海浪一波一波打在他身上 男童被发现时已经断气 两艘小船原定从土耳其前往西腊科斯岛 途中意外沉船 叙利亚男童 亚兰与母亲及五岁哥哥都 五心溺斃 男童命丧大海 姑姑受访时 忍不住难过痛哭 而男童父亲虽然逃过死结 却得眼睁睁看着妻儿溺斃在海中 三岁男童之死画面震撼全球 欧洲各大报头版建议大篇幅报道这起死亡悲剧 中东难民流亡悲剧的议题一下子升级 有网友替逆臂男童修徒架上翅膀 盼他上天堂当天是远离痛苦 或是躺在温暖的床上安然进入梦乡 但亚兰遭遇的残酷困境 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对怀抱梦想的难民来说 不逃可能会死 但逃出后也可能移民梦碎 记者综合报道